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第二露面 動立時評人張立范在推特先後發表兩張照片 其中一張是江澤民夫婦坐在騰宜 臉色蒼白 神色陰沉 兩個人都沒有一點笑容 而且張照片很明顯是經過裁展 兩個人背後放了一排花籃 左邊花籃的絲帶可以看到李克強的名字 右邊的絲帶就只是看到彭麗媛的名字 上面很明顯應該是習近平的名字 但是就被剪走 江澤民夫婦背後還有一個人 樣子也被剪走 據說這張照片是江澤民在今年8月 過96歲生日拍的 但是這張照片就找不到任何和時間有關的資料 似乎是刻意迴避 張立范在發表這張照片時 又轉發了自己兩個星期前發表過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看來應該是擺大壽 但是除了顏色之外 布局和氣氛感覺 和寧堂沒有分別 相片裡的蛋糕有69這兩個數字 張立范現在已經刪除了這兩張照片 但是由於時機敏感 相片已經快速流傳 觀察人士說 相片裡習近平的名字被剪走 以及李克強的名字放在左邊 而習近平的名字反而放在右邊 拍照和傳出這張照片的人 就是藉這些細節 釋放江澤民支持李克強 打擊習近平的信號 在中共十九大前 中共十八大前 江澤民都曾經出來找存在感 2015年中紀委發表文章 大清羅官慶親亡的作風問題 影射曾慶紅引發很大轟動 江派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兩個月之後 江澤民就在家鄉揚州露面 這次江澤民又一次詭異露面 當然是衝著二十大這個時機而來 背後有向習近平發難的意味 這可能顯示習近平 並沒有像十九大之前那樣 和江澤民曾慶紅派系達成妥協 甚至越來越有向曾慶紅下手的可能 但是既然距離二十大只是剩下十幾天 中南海最後一戰 可能是要來了 不過中共這艘難船 能不能夠經得起他們這樣刁難 就很難說了 在中國傳統文化 有天人感應的說法 最近就出現了好幾個對中共來說 不利的信號 10月3日凌晨 河北省石家莊發生4.3級地震 震余在平山縣 這裏是中共的所謂升地 1949年 中共就是由平山縣的西柏坡 進入北京建立政權 這個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 就有這麼巧得這麼巧 也在10月3日有網友透露 經過一晚雷電交加 青島地標有6,000年歷史的石老人 竟然沒有了頭 青島文化旅遊局證實 這條石老人海柱柱的上半部分 突然斷裂倒塌 原來真正的原因是被雷劈 這位青島人還透露 當晚的雷電也是幾十年不遇的 微博上也有人說 青島昨天3日的雷報 真是這麼大個人第一次見 好得人驚 又響又大 然後今天上午 就發現老人石被雷劈 難道真是有人有劫難要倒? 一個長達6,000年的自然奇觀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突然倒塌 自然引發網友的聯想 很多人認為是不祥之笑 也有人猜測 石像倒塌意味著二十大換屆 可能會不順利 必定有血與聲風 不知道中共是不是也想到這一點? 目前很多討論石老人的貼紙 都被禁止評論 近日中國最大的短影音平臺 抖音被指禁用粵語 引發大量粵語主播反彈 有粵語主播甚至憤怡退出抖音 有分析指 可能因為臨近中共二十大的大時大節 抖音擔心會出事 綜合媒體報導 擁有超過460萬粉絲的抖音網紅 廣東靚仔風笑 9月30日拍片現身說法 說在抖音直播平臺講粵語 系統會彈出 包括無法識別的語言和文字的提醒 如果不改用普通話 輕則中斷直播 重則被禁播封號 不少粵語大貨主播 也在直播平臺遇到類似的情況 更慘的是 生活搞笑類主播 琴教授發短片 因為在直播講粵語 張浩峰禁24小時 與此同時 部分主播討論禁播粵語事件的短片 也被平臺下架 被強制撤為 只是私人可見 下架理由是 涉及虛假訊息 廣東英俊豐少就露斥 抖音有功能 自動為粵語配字網 但是封鎖粵語主播帳號的時候 竟然就用無法識別語言作為理由 非常荒謬 他指出 大多數廣東網友用粵語 人數過億 比很多國家的人口還要多 而且廣東網民數量 全國第一 購買消費力全國第一 既然抖音這麼落後 他宣布退出抖音平台 有關事件引發網友熱議 有廣東網友強調 廣東人可以沒有抖音 但是一定要有粵語 獲得更慢的網友點讚支持 事實上 抖音直播的準則裡面 並沒有這麼用謊言直播的明確規定 但是為什麼近日就開始對粵語開刀呢? 中央社引述分析說 可能是抖音 懂得地方語言的審核人員不足 另一方面是臨近二十大大時大節 平台擔心會出事 這兩點都不方便說明 因此索性就採取更嚴厲的稽查原則 10月3日 台灣民進黨新竹市長參選人沈偉雄 正式委託競選辦公室犯人劉康然 對美麗島電子部董事長吳子嘉提告 指吳子嘉涉嫌選舉法104條散佈不實之罪 以及刑法310條誹謗罪 劉康然在新竹地檢處外對媒體表示 吳子嘉在網絡節目 董事長開講中 講述沈偉雄曾向柯文哲謀職一事 完全是造謠抹黑 明顯是吳子嘉為了幫助候選人高雄安拉台選情 而散佈不實的要演 原來吳子嘉在節目一開始就表示要爆料 並點名時任新竹副市長沈偉雄 因為市長林志堅即將離開新竹 沈偉雄必須為自己找下一份工作 所以前往台北市政府向柯文哲謀求新職 吳子嘉更一再稱自己已經查證 不怕刑事追訴 還高叫沈偉雄來告我呀 除了提告之外 3日晚沈偉雄在Facebook 詳細解釋了去年1月初 與柯文哲台北副市長黃珊珊 在台北市長辦公室見面的談話內容 沈偉雄說自己多次推遲柯文哲的挖角 當入會面的時候 柯文哲還用台語說 沈偉雄好死忠 挖了好幾次都不答應 接下來 柯文哲就向沈偉雄開口探訊 新竹市長選情 並透露民眾黨應該會退高雄安 沈偉雄告訴柯文哲高雄安是外地人 沒有頓點是地方 深耕一年以上不適合 提到新竹選情 根據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3日公布的最新民調 沈偉雄支持到暫居榜首是30.4% 民眾黨高雄安第二位是27.3% 國民黨林耕仁獲得17.9%的支持度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朝鮮近日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 越過日本上空落入太平洋 東京當局立即對民眾發布了空襲警報 日本東北部的列車也一度停駛 作為回應 韓國在當日也發射了兩枚JDAM彈藥炸彈 下面來看報導 據日本防衛省的描述 4日上午7時半左右 一枚導彈越過本州島東北地區 並在7時45分左右落入日本以東 超過3,00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這是北韓至今射程最長的導彈試驗 也是自2017年以來該國首次 或經過日本上空的導彈 日本政府當即啓動了全國巡視警報系統 JADE ALERT 和緊急行政情報通訊系統 MNET 向北海道、青林縣和東京地方政府 和民眾發布避難警告 呼籲他們留在室內不要外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強烈譴責了北韓的野蠻行為 並在當晚與拜登通話 商討今後的對應措施和兩國同盟 韓國方面認為 北韓接連發射彈道導彈的挑釁行為 只會令它在國際社會的孤立 並加強韓美同盟的威懾和反制力量 韓方強烈譴責北韓破壞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穩定 公然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挑釁行為 韓軍方液體當日下午派出4架 F-15戰機和4架 F-16戰機展開空中的炮擊訓練 韓國的F-15K戰機在黃海發射了兩枚 聯合直接攻擊 JDAM炸彈 前韓國海軍軍官 從金東業分析指出 從韓日兩國公佈的飛行細節來看 這個導彈可能是火星12型彈道導彈 北韓曾在2017年公佈了該導彈 作為威懾打擊關島計劃的一部分 美國智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核政策 和武器專家潘達Ankit-Pander說 向日本上空發射或飛越日本 能夠令北韓的科學家在更真實的條件下測試導彈 和通常的高飛軌道相比 這樣他們能夠測試飛行器再次進入大氣時的熱負荷和壓力 更能代表導彈在實戰中所承受的條件 綜合媒體報導 這是平壤在10天內的第五次視射 上星期美日韓舉行了三邊反潛演習 這可能是北韓對該演習的反擊 有韓國議員在上星期就警告 朝鮮已經完成了核試驗的準備工作 將會在這個月中共二十大代表大會 和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前的某個時間進行核試驗 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北韓它的核武器現在已經可以打到關島 也就是可以打到美國的本土 而北韓、俄羅斯以及未來可能還有的伊朗這些國家 他們如果是一旦與西方發生核戰爭 這樣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無論中共是否直接參與 中共都將是最後的得益者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現在所面臨的挑戰就是 如何一方面應對來自北韓和俄羅斯 這樣卻國家的核挑釁 同時又要考慮到 不能讓中共從中往來 在美國和西方的助力下 烏克蘭在東部的戰事 截報不斷 而烏克蘭南部 每一天亦往前推進40公里 每日郵報3日報道 隨著俄羅斯在戰場敗退 克里姆林宮一直在暗示會升級局勢 北約根據消息已經警告成員國 普京可能會測試末日武器 而拜登亦準備了核武部隊 最強航母對戰普京 同時 扎蓮斯基簽署法令 要和談 還要換個總統談 意大利共和國報報道 北約情報部門已經向聯盟的主要成員國 發送了絕密報告 提醒被清作末日武器的俄羅斯 第一手可以搭載核魚雷的貝爾哥羅德號潛艦 正在計劃測試海神核動力魚雷 報道說貝爾哥羅德號 是俄羅斯40年來打造的最大潛艦 全長182公尺 它重14,700噸 排水量接近24,000噸 可以搭載6枚海神 攻擊航空母艦打擊群 岸防攻勢和基礎設施 7月份 貝爾哥羅德號先入列俄羅斯海軍 目前又回到北極海域 北約擔心這首末日武器核潛艦的任務 就是在準備進行史上第一次海神超級魚雷測試 海神遠程核動力 無人水下再聚 據說是一款 可以攜帶100枚100萬噸核彈頭的深海魚雷 可以直達8,000公里之外的美國沿岸發動攻擊 俄方宣稱 海神如果攜帶核武器或者是熱核武器 威力足以讓敵方海軍基地飛飛煙滅 並號稱能夠製造100公尺的海嘯 瞬間讓周邊的城市天翻地覆 威力足以摧毀全美 俄羅斯的舉動目的是 展示普京在必要的情況下 將動真格的姿態 而拜登也兩出核武部隊 最強航母來對戰普京 日前美國展示了B-52光炸機的畫面 展示了戰機搭載核彈頭 往外飛出的畫面 如果俄羅斯用核武 美國也會用核武 另外美國海軍核動力航空母艦 福特號 也部署到了北大西洋 而美軍是全世界擁有低當量核武最多的國家 俄羅斯所擁有的核武也是有限的 美國前中情局局長培多斯說 如果普京在烏克蘭動用核武 美國會率領北約 殲滅在烏克蘭的俄軍 並擊沉俄軍在黑海的每艘艦隊 據美麗島電子部董事長 不止加分析說 美軍可以在第一時間 就將俄羅斯的核武全部摧毀 就看雙方要戰鬥的決心有多大 而北約正在加速 代分烏克蘭軍隊 而到時候 北約制式軍和美軍也都可以上場 另外 美國在10月4日宣布 對烏克蘭武器援助的計劃 其中包括在額外提供四套海馬斯 因為烏克蘭奪得利曼這個重要的交通樞紐後 還有一個地方叫斯瓦托夫 它是俄羅斯的兵工種地 也是武器集散地 物流中心和後勤中心 如果烏克蘭奪得斯瓦托夫 那俄羅斯就會兵敗如山島 普京面臨不可逆轉的失敗 俄軍也處於崩潰的懸崖 在9月30日 普京下令吞併四個州後 10月1日凌晨 就失去了戰略樞紐城市利曼 這個引發俄羅斯媒體反彈批評和指責 而俄羅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德米特里薩布林的一段影片顯示 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氣氛嚴峻 每個人表情嚴肅 外界分析 留給普京的時間不多了 俄羅斯核威脅的目的 無非是阻嚇 並且在保住自己 既得利益的情況下 迫使烏克蘭 簽署終止戰爭協議 10月4日 烏克蘭官方宣布 澤連斯基正式簽署一項法令 拒絕烏克蘭政府和普京 談判的可能性 也就是只要普京當政 就不會和俄羅斯進行和平談判 而俄羅斯方面則回應說 俄羅斯會等待烏克蘭總統改變他的立場 但早在9月30日 澤連斯基就曾經表示 除非普京落台 否則俄烏不可能談判 烏克蘭只願意和另一個俄羅斯總統談判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再會 望了 不承家 亀司上 剛才 無法 消要 是的 他